习近平狂奔加速加不停 突然刹车出毛病 失控 奔着悬崖往前冲 呼隆 正在掉的过程中 完了 这破车要hold不住 加速都加哪去了 边疆蒙古族 海南穆斯林 台湾海峡会 日本和美国白头鹰 大喘气这呗 都是经不起一尊瞎折腾 谁折 配合习总那破车早点进大坑 早进早消停 消停不了 WTO说了 再给党家2000亿 甭想多了 我们这是帮川建国统雄 啊 快人快语 天下事 京腔京韵 老北京 各位茶友 各位观众听众 大家好 欢迎光临欢乐醒脑的老北京茶馆 品香茶 听段子 我是刘卓 我是李正 茶谎一挂 段子先行 今儿咱们一开本 先跟大伙说个超级奇葩的事 超级奇葩 有多奇葩呀 反正你肯定没见过啊 现在不9月嘛 就在5号那天 新疆的果树大面积开花了 新疆果树开花了 还不光新疆呢 13号说 陕西果农的苹果树 还接着好多苹果呢 一个不留神 也开花了 而且开的满树的花了 这灵异事件吶 吓死宝宝了 你说这边树上苹果还没摘完呢 那边一声不咽咽 开起花来了 这还不是一朵两朵 满树都是 哎呦 这不成 我得先吃点苹果压压惊吧 得 留神苹果到您隔下肚子里开花去 想骗好苹果 不敢 留着吧 留着吧 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搞不清楚 我严重怀疑 可能也许差不多 这苹果树被加速师 总加速师加了素 想象加速师号召提前开始 下一年度的开花工作 你说这加的也忒快了吧 开个玩笑 其实这是个异象 就是奇特怪异的天象 好还不好 按照咱们中国古人说法 可不是好现象 我看也不像好事 精神拓乱了眼睛 您倒是该干嘛干嘛呀 您这么玩 这果农可怎么办 彻底不会了 一点没错 有懂果树的网友说呀 这种情况下一年就俩结果 要么不长果了 要么树 完蛋 死了 这回光返照的 哎 不好说 咱中国古人不讲天人合一吗 天地万物都有个秩序 什么节令 什么气象 什么误后 动物该干什么 植物该干什么 那都有规律的 24节去定好了 哪年大冬天 您要在北方大街上瞅见蛇出洞 那您就留神地震吧 对对对 这种事儿是挺多 怪异的自然现象 反季节表现 一般都是大灾的 前兆 就是啊 庚子2020 还有小半年呢 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想起一词来啊 唯逆天意 逆天叛道 您刚才说这古人讲天人合一啊 我就想到这俩词了 你说这种怪异的表现 是不是跟人类社会 唯逆这天意有关系啊 哎哎哎 找出感觉了 在下深以为然 朝廷现在是昏庸无道 鱼肉相礼 盘剥百姓 民众是苦不堪言 哀鸿遍野 有冤无处深 有苦无处粟 这样的人间万物 您就说能好得了吗 行了 咱也甭说这果树了 咱还是说这人类社会发生的事儿吧 咱看看这老百姓过得怎么样 有冤有没有处深 有苦有没有处粟去 这加速师怎么成功的 让老百姓的腰带加速勒紧的 哎 对 刘卓 咱干脆这样了 就说说总加速师目前加速的出奇成果 加速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行不行 没有问题啊 我先说这一尊的内蒙加速的情况 来 内蒙说说 13号下午 内蒙古20浩特蒙古族小学的原校长 在家里边自杀了 之前他因为双语政策辞职 有知情人就说 上面当初下令 让他把不回学校罢课的学生取消他们的学籍 他不答应 上面不停给他加压力 最后没辙 被逼自杀了 这是4号蒙古族女公务员苏瑞娜坠楼身亡 以后又一个公务员 因为党这好政策自杀了 德国之声报道了南蒙古人人权中心的一个消息说 在内蒙地区 持续三个星期的抗议活动里边 已经有4000到5000人被警方拘留 至少9人丧生 哎呀 抗争很惨烈 8月底以来 内蒙古民众30多万人罢课上街参加抗争 除了当地官媒的300多人联署以外 还要超过18000个请员书 好几千个学生手写反对书 中共政府气急败坏 直接把抗议定型成什么呀 受境外势力煽动 这就叫 为了体现党的铁拳 没有矛盾 创造矛盾也要上 内蒙古当局都急了 公检法私教 发一联合公告 谁敢不送孩子回学校 最高罚款5000块钱 还停发贷款 父母送法治培训再教营 其实就是网一直曝光那集中营 学习班 新疆就有 中共外交部战狼部长王毅也没闲着 扛着一麻袋撒币钱 这两天出使蒙古国干坏事去了 想堵死内蒙古人 出逃外蒙的机会 提前跟蒙古国解释解释这次文化清洗的原因 紧急联络联络感情 结果 一进门 发生了老司机描述的一幕 啊 瞅见什么了 撒币第一天 被轰滚蛋 示威者15号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集会 抗议王毅访问蒙古 谴责北京清洗蒙古族地区语言和文化 抗议者聚集在苏赫巴托尔广场 高呼 让我们保护我们的母语 王毅滚蛋 这解气 还好一事 特诡异 就在中共玩命打压蒙古人抗议活动的时候 中共央视大股场新闻联播节目 突然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女主播 宝晓峰 公安数据显示 这宝晓峰是1979年出生在胡河浩特 是蒙古族人 以前那是新闻30分的播音员 敏感时刻 敏感民族 明眼人一瞅 四个字 别有用心 是啊 网民就说了 这是给蒙古族人做示范的 要像保晓峰一样 姓党 说一口党要求这普通话 便于简约 也有网友就问 万一这新闻杆里边出现了 禁止蒙语 敢说汉语这新闻 这保晓峰能作何感想啊 就是 会不会心灵受虐 是个问题 总加速师的丰硕成果 准备在蒙古族人灵魂深处闹革命了 推特账号 新闻真话转推了一个视频 说 海南回徽是一个特殊的穆斯林族群 从元代甚至更早就来到海南了 现在呢 习近平又开始得罪他们 不让女学生戴头巾上学 得罪完印度 得罪内蒙 得罪完内蒙 得罪海南穆斯林 全都是中共自己搞出来的这些对立 不弄成四面楚歌是绝不罢休了 砸脚砸不停 要真是跟内蒙同时动手 这点真是奇了特了 不知道这个视频是不是最新的 反正去年年末时候已经折腾了这么一回 海南岛开始不许穆斯林女学生戴头巾 死活要消灭少民族人生活习俗 改造成党那辆破车上标准型号的螺丝钉 这速给夹的 甭说海南岛 海峡那头台湾都已经感受到 总加速师习近平加速的威力了 啊 这威力够大的怎么了 听着啊 好戏来了 最近中共不是有事没事老苗那武统台湾这事吗 对 最近台海关系 台海局势比较紧张 对呀 民进党小应强硬 这大家都知道 国民党那边不是相对来说比较亲共吗 最近准备去大陆热乎热乎 派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参加中方举办的 喊下论坛 有这个事 结果 这类似脑细胞啊 您都猜不出来 央视大乌衩又冒着总加速女主播来 愣是对着镜头一叨叨 把这国共亲善叨叨黄了 啊 怎么回事这个 战狼国 最近是不是流行总加速传染病呢 总加速女主播都出来了 不光出来了 还特清奇呢 详细说 是这么回事 国民党前一阵有一安排 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要带领国民党代表团 参加第十二届海峡论坛 结果 这真也是冤家路窄啊 撞一愣头青的女主播 谁呢 央视大乌衩那央视频节目的主持人李红 李红要红了 李红当时做节目 哇哇哇一通跟那评论 说 这王金平是蔡英文当局的信使 这人来大陆 是来求和的啊 直接说投降得了 这话一出口 台湾各界先生一愣 之后立马炸了锅了 绝对炸 国民党党主席 江启臣都挂住面了 要求中共道歉 国民党内部全都跟着嚷嚷 这有病啊咱们 上杆自取其辱去 就是啊 立法委委员林维州干脆就直接输了 既然这对岸那么不友善 相见还不如不见 去也行 但是这中华民国国旗去 咱也具体实践一下 这个没有中华民国 就没有九二共识这事儿 这女主播当的 几句话一加速 愣着把国民党的腰杆 该加硬似了 不过 这女主播刚加完速 有点傻眼了 后怕 11号的时候 在节目里边罕见改口了 说王金平有份量 有助两岸交流 12号晚上 他又跟那解释 说自己当时的说法 不代表官方 还说他这求和的意思是什么呀 是寻求和平 挺会说啊 这上边也急了 真要是国民党不来 这国共亲善这出戏可能往下唱啊 就是啊 所以11号晚上 大陆国台办紧急发现新闻稿 说两岸不应该互相猜戏 陆方欢迎王金平先生率团与会 什么这个那个的 撒谎不打草稿 没错 紧急直写 说软话一切为了目的服务 该软软 该硬硬 倒是灵活 也是服了这帮肉喇叭了 再说呢 现在也是30年河东 30年河西 眼瞅着这两年小英自从态度明确的反共 倒是越走越宽 越走越顺 日本不是刚刚由菅义伟接管这个 对 安倍那首相嘛 成为日本的第99任首相 补充一句 赶紧的 偷着晋台茶馆听书那梁洁和大力士 日本的首相叫监义伟 不叫管义伟 记住了 别到处丢人家 桌子底下听清楚了 刘卓还挺贴心 南方大学教授草稷就说 新内阁中留任了麻生太郎等8位原来的内阁 安倍的胞弟岸信夫 首次入阁任防卫大臣 日本新内阁继承了安倍的路线 进一步巩固美台联盟 还有跟中共对抗的决心 黄若菜 要凉 中共眼瞅台湾嗓门越来越粗 培养渗渗透那么多年国民党 也要拽不住了 鸽子要飞 国民党中央14号做出一决定 不以政党形式参加海峡会 王金平也取消行程了 原本计划以个人身份参会那个 前国民党代理主席林荣德 15号那天也声明 说配合国民党政策 取消参加 人谁都嫌嗓嗓 必须得为这位女战士 女加速师点赞了 真够有威力 基本可以确定 加速的成效胜过小英了都 这要是蔡英文劝别去 没准国民党大员们还得多增加几个名额呢 这好 主播一伸手 便知有没有 习主席好不容易跟国民党联络出点感情来 这一加速 蹭一下 归零了 您说挫火不挫火吧 看来一尊大人这加速器一盒上炸 有点hold不住的感觉 总体形式是 习总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加速 主要负责剪彩点药链 之后就封住火势 火界丰威了 现在完全是失控 是根本停不下来 找起来了 是你说这趋势 对了 最近香港病毒学家闫丽梦博士 中共病毒来源报告出来 你知道吧 当然知道了 闫丽梦团队判断 说病毒源头很可能不是自然进化的 而是经过中共军方实验室的复杂改造 不过闫博士那个报告特深奥 这专业词的一大堆 翻译成中文 我们俩看着都费劲 挺谦虚 上回节目底下好多人问 你们怎么没推荐闫博士的报告啊 赶紧补退了一下 对 咱茶馆推特上推了两款中文版的截图 另外我也看了 时评人士唐靖远还有秦朋友他们都分析了 说的挺清楚的 感兴趣的茶友可以去看看他们的分析 咱们在这就不细分析了 不占时间了 分享两个帖子 媒体人东方提醒网友注意 福克斯新闻网的标题是什么呢 中国病毒学家称 中共病毒是中国政府故意释放的 另外 唐靖远博士还说 福克斯主持人卢道博采访哈德逊研究所 中国战略中心的主任白王瑞 白对闫丽梦第一份病毒来源报告 基于很高评价 他认为 闫丽梦非常严谨 并未100%认定病毒是武汉实验室制造 闫丽梦非常聪明 他提出了足够的证据进行质疑 但是仍然把最终结论的裁判权交给科学界 就这样所有调查真相的压力都将指向中共 不得不说 女侠闫丽梦的能量也真是不一般 好多国际大媒体都采访她 有些报道还相当的重磅 也没错 这加速作用也是非同小可 中共现在应该是相当的怕这闫博士 闫丽梦14号开通的推特账号 刚发了三四条消息 15号立马被推特封号了 可但是就在这一天时间里头 闫博士那粉丝就已经达到了将近6万 6万 封号这事白宫资深顾问纳瓦罗都惊动了 他在推特说 一位调查武汉致命病毒的中国科学家 在发现猫腻以后 被中国禁声 如今他逃脱来到美国 想要说出他知道的真相 却被所谓自由的美国社交媒体禁声 愤怒呢 都哪去了 愤怒哪去了 正跟中共撒币撒那钞票前面装昏迷呢 嗨 利益使然 有时候我就想 总加速师的加速进展 可真是众人十台火焰高啊 现在不光是个人助力加速 国际组织都伸手了 哪个国际组织伸手啊 WTO 我知道 你说是WTO 说美国向中共收关税不合理那事儿 诶 正是这事儿 15号说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一个专家小组 发表报告 才定美国2018年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 违反国际贸易规则 这结论一出来不小心 川普、蓬佩奥、美国国会议员全都不干了 这马蜂窝捅得倒是结实 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霍利发推就说 更多证据表明 世贸组织已经过时僵化 并且对美国不利 美国应该退出WTO 并且努力主导废除它 好 世卫组织2.0 其实我记着 川普已经说过两回要退出WTO了 2018年8月的时候 川普就表过态 说WTO要是不好好整顿 美国就退出 19年8月的时候 川普又指责WTO 说他纵容中共的发展 任凭中共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占便宜 而让美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你要再这么下去 我们就离开你WTO 川普从来是以说话算话 兑现诺言 著称 现在有可能该行动了 对了 这14号还有一事呢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宣布 他要提出一项法案 废除其他国家的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地位 改成每年重新评估一位 科顿抨击说2000年的时候 美国授予了中共永久最惠国待遇 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把这个视为他自己的政绩之一 恰恰是这政绩把中共迅速给喂肥了 没错 要废除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 这法案一通过 中共就只能小碎步往佩额之那出流了 摇签树没了 这个措施比贸易战关税 TPP厉害一百倍 这一百倍也拦不住党加速这决心 你知道北京官媒现在已经管蓬佩奥叫什么了吗 蓬佩奥叫什么呀 肥猪彭 啊 肥猪彭 蓬佩奥跟习近平那坨那附的程度也差不多呀 这也别是讽刺习近平习大人的吧 您要说这是胡同小会会 骂两句也就算了 这是北京日报客户端正儿八经这个消息 还告诉说 作为老牌反华分子 美国国务卿绰号肥猪彭的蓬佩奥 在911 19周年这个什么特殊日子 地路都说一大堆 无语啊 一个堂堂帝国首都的官方喉舌 用市井粗话咒骂外国首席外交官 真是世界之大 无奇趴不有 必须的 听了半天 谁也甭怨了 加速师 加速党 脚上那炮 整个全是自己走的 哎 李政 你发现没有 最近老中医一点点疼出手来了 啊 中东欧洲那驻外美军不断往回撤 对对对 过去需要操心那些地儿 都在快速恢复和平 是是是 网友浩哥他不说吗 这个如此美丽的和平景象 是耶路撒冷旧城的墙壁 今晚被以色列美国阿联酋和巴林的旗帜照亮 哎 老中医川普一大历史攻击 促成了以色列阿联酋巴林三国迁入和平协议 后边还有五六个等着呢 世界长久不太平的地儿恢复和平 党那小心脏已经滴落到嗓子眼了 美国和盟友撒开一张大网 越收越紧 把别的团露出去就剩中共 有人要睡不着觉了 有时候我就想 你说这加速师的命运也是真有点可悲 以为加速逃跑 跑得快能找好区处 对呀找安全地儿啊 没想到 这方向他没找对 不然那大坑加速 还跟党妈这感情纠缠不清的同胞们 该想想您自己的未来了 好嘞 凝聚正义良知 开启国人智慧 欢迎您订阅分享老北京茶馆 点击屏幕上哥俩为您推荐的精彩节目 下回节目再见 再见